今天上來錦秀中華 裏面的位置有速遞給Tommy B 發現前面原本有兩個入口 一個已經封了 這次連旁邊也封了 所有車都要在後階 在後階繞圈進來 大家要知道一下 在現在疫情期間的改路更加影響 很難找到路進來 不過大家要知道在旁邊橫街洗車那邊 由那邊轉進來 經過GOLD TRAIN的入口 前面就暫時封了 應該也不會太久 找到了 因為這個速遞公司 早前在我們的群組裏 很多人都說是OK的 香港人經營 我們一直找到原來在舞台 那條巷走過來 那條巷走過來 這裡 所以 又不是蘭文的 你沿著條巷 那條巷 那條是舞台 OK 現在有人 那我等他 等他過了先 修復完他我再進去 我們有些東西要寄給Tommy 因為早前看見 有一個Promo 回香港 你看看價錢 那其他城市就自己問 那我見到 如果回香港自取 有三十個站 三十個站 就三元磅 如果派上門 頭那磅就八元 跟著就四元 那似乎都是 我沒見過這麼便宜 一整個星期 那這裏是一個收發點 來的 有個QR Code 可以 這個是 這個是 VChat 那你自己測試 然後 這裏呢 就是Android 這裏就是 iPhone 自己停一停 你測試 有這些地點 有港狗的地點 是的 有港狗的地點 在哪裏 pick up 如果你想用最便宜的方式 就是三元磅 好像寄信 會不會這樣 對 有minimum 喂 這裡有價目標 自己看 大概是這樣 我看到前面的客人 還沒搞定 他應該是在記憶 那些 補件產品 補件產品 現在很多 人們喜歡買回香港 對 加拿大的出品 是有保證一些 所以在這裏 在Costco買完之後 就在這裏寄回香港 是的 還有他剛才的東西 會拍一拍的照 那個盒裏面是什麽 那大家不會爭取 其實現在很多是怎樣 你不可以封了個箱 你要來到的時候 在他面前封箱 那看到內電台 大家都清楚是什麽 有張照片 你不要說 我明明寄了 一些很貴的東西 進去 這裏有些紙箱供應 那些紙箱 無論你是多大 都是計一元 那我都覺得是OK的 那你好像 喂 因為有時你們未必有紙箱 那這裏 任何紙箱都是一元 那其實都值得 還有記住一件事 那些東西呢 不要封口 來到的時候 就預料了 要給他看一看 才可以包 即是seal的 如果自己有紙箱的 我就可以自己入口 但千萬不要封箱 它這個箱 現在這個箱 跟我們這個 跟他買這個差不多 即是如果買這個 是21元 是啊 長一點 即是如果 是啊 就會這個 packing好些 對 這個就硬正些 我等一下想想先 用什麽pack 喂 大小姐 你說寄到澳門那裏 有問題 是啊 這裡也可以寄澳門 我們有的 那寄澳門 是否寄上門 還是配合的 因為我們 除了香港有自取店之外 澳門其他地方都是派送的 是 當地的速遞或者澳門派送的 大概是幾長時間的呢 我們一般回到香港 就7至10個工作 那我們如果回到香港之後 就去總倉之後 再幫有同事幫你處理 再幫你寄出去澳門 我想你多加3至4天下去 OK 那澳門是多少錢一磅 澳門多少錢一磅 15元一磅 是的 我們的價錢已經列出來了 即是那些每一磅都是這麼多錢 就不會說第一磅 第一、第二磅之後 每一磅都需要價錢 好的 因為不是那麼多地方 那如果到了香港之後 你是有自己的partner派設 派還是去了順豐 我們不是去順豐的 我們的partner會有個車隊專門派的 好 那譬如有很多呢 即是寄的時候不知道 都派貨的時候 就會和收貨人 又說收多一個特別偏遠的地方 好… 那是怎樣計算的 那裡 我們除了離島 還有一些特別的指定地方不派 其餘的地方都會壞價錢的 即是我們的partner 即是新界港狗 就是壞一磅 即是不會另外收費的 即是不會另外收費 OK 那你最主要 我看到外面說 最主要是香港、中國、台灣、澳門 澳門 對 我們馬來西亞都有做 OK 好的 那我們看看 我們那包包去看看多少錢 大家可能沒有一個概念 到底寄的時候是多少錢 我拿了一個客人的package 放在桌面 我們不拍地址了 那我秤一秤 它這裡是兩磅 兩磅 兩磅的 一些寶寶衣 回香港 派上門口 派到家門口 12元 12元 那大家有個概念 我給大家看看 一個這樣的package 都不是小 其實最主要是計算重量 是啊 重量和不要over它的size 但是如果這樣送到香港 派到門口12元 我想真是很值得 我再看看多少錢 喂 我再拿另一個sample 這箱東西都超巨型 這箱東西 因為size的問題 它本來實重於9磅 9磅多 但是size是over 所以當了是10磅多 11磅 11磅 這個客人就是定點pick up 就是說你現在下單的時候 你決定 它那30多個站裡面 你選哪一個去pick up 是啊 就是你自己家裡 你在九龍的 你就自己選旺角啊 哪裏啊 你自己選個地點來pick up 這個客人選定點pick up 現在這個價錢是大概30多元 是啊 這麼大箱的 如果自己pick up 因為是3元一磅 所以就會便宜些 但是你如果不空拿 那你就選送上門 送上門的意思就是 頭那磅8元 打後那些是4元 這樣計算 也都是把剛才那個磅數照成 嗯 那大家可以知道 因為很多人呢 寄東西就是 哎呀我想寄大人 我那個東西大概是多少錢 那你現在心裡有個數 是啊 好呢 那我們就放下了 要寄給Tommy的東西 那當然呢 人家負責人呢 他們不是主打美國水的 嗯 都會另外再安排 那如果是香港 台灣 澳門 國內 馬來西亞 哦 是的馬來西亞都有 那些呢就會專門做這幾個地方 東南亞 東南亞那些 東南亞就會比較優惠 因為其他一些 它要專門的 就 就 就不能馬上報價給你 還有呢 常政廣東話 香港人 我們溝通就真的方便很多 是啊 還有它有個追蹤的 Apps 那你到時就會很方便 一些東西寄出 就可以看到 什麼時候會 那些貨去到哪裡 OK 幾點收 還有呢 其實有個好處的 如果是有個地點 那三十幾個地點收貨 你家裡沒有人收貨 你就自己去拿貨 就方便很多 是的 OK 拍到這裏